砂石車車斗翹得半天高 車斗和車身分離 地上滿是散落的零件 從後方看過去更誇張 道路標誌還有支撐標誌的鐵架 整個被撞歪 倒向一邊 而造勢駕駛甚至一開始 還不曉得發生什麼事情 這段碰一下就停下來 就碰一下這樣喔 對 很短短 仔細一看 不得了 這個位在桃園 台66線 快速道路 觀音路段的道路標誌 被抬起的砂石車斗突然一撞 右邊支架整個斷裂 原本摸自行的鐵架 變成倒三角形 整個路段完全封閉 無法通行 駕駛事後回憶才發現 可能是不小心碰到車斗開關 才會造成意外 因為安全帶會越綁越緊 把它弄鬆 不小心發起什麼 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開開就不斷砰一聲 司機誤觸那個砂石車 車斗的升降開關 造成這個台66線 這個標誌 標誌牌 遭撞損掉落 這起車禍意外 也導致了桃園台66線 東西快速道路 觀音往西的路段大塞車 正挑路也因為這起車禍 無法通行 公務單位趕緊派出吊車 還有工程人員 要到現場排除狀況 好在砂石車雖然被撞壞 但駕駛並沒有受傷 虛精一場 記者林中正 台灣報導